是得让他出点血了 你快点 别碎 别碎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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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苍川主啊 都已经求援了 父亲肯定会管的啊 好了没啊 好了 慢点 慢点 队长 这次我承办了这个 苍川赈灾事宜 一切不必从简 力求这赈灾款 火速都大苍川 你看 你看 款项都写好了 你俩捐的我也写上了 你那么多铺子 才捐这三千两啊 什么叫财啊 这都给我半辈子俸禄了吧 你又不看俸禄 你这也太 你可别哭求 真的穷人 哭都哭不出来呢 这次洞害 苍川受灾严重 我自己家是走仕途的 不受影响 族中 都有种海棠果谋生的 也是血本无归 董事一组 尚且如此 更何况寻常百姓人家呢 海棠姐 你也别太伤心了 那你说那又能怎么办呢 毕竟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事情 别人又怎么会真的伤心呢 这也太少了 我家 三万五千两 够不够 好 海棠啊 你可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啊 这样 等开春 我给我岳父家再送些银两 让他多种一些 优质的书面 送给我 大舅哥 中舅哥 小舅哥 你家舅哥也都有 好 多谢三少主好意 我自己家的事情能解决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这救灾的钱 我替苍川的百姓谢谢你 就不客气了 感谢苍川百姓的感谢 我这三万多了这么快就没了 这么快呢